随着春运开启 我是海上航线也进入了春运时间 近日呢 市海管办组织市海洋发展局 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部门 在厦门海域展开了联合巡查执法 全力护航海上春运路 在公务码头 由13艘执法船艇和70多名执法人员组成的 海上联合巡航编队 分成两组在厦门海域展开了巡查执法 在环岛南路音乐广场附近的四号锚地 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些绑着竹竿的浮标 执法人员说 这些浮标和竹竿都是渔民用来标记渔网位置的 虽然渔民已经把渔网收走了 但由于四号锚地属于通航水域 遗留的浮标和竹竿有可能会影响过往船舶的通行 执法人员现场对其进行了清除 旗站航道锚地捕捞的问题 我们开展专项的打击 利用一些我们海上的勾机船 这些装备对一些几站航道锚地的这些设施进行侵障 确保航道的通航安全 执法人员表示 春运期间 厦门海市局 厦门海警局 是海洋综合行政执反支队等涉海部门 将开展为期40天的轮值巡航 对于非法捕捞 非法踩杀等违法行为 加大打击力度 保障港口航道安全 另外春节期间 不少外地游客也会来厦门旅游 在客运船舶方面 海市部门将在保障船舶舶航道畅通的情况下 督促船员和旅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提醒过往的船舶 遵守交通规则 遵守恶劣天气 进向航的管理规定 按照要求做好疫情防控 不得违章航行 不得冒险航行 记者何鸿林郑总维报道